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马可福音三章20到35节 这是一个段落 昨天我们提到13到19节 他在讲一个新以色列 那20到35节在讲的是 在神国里的新关系 这个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 学者留意到 马可在编辑在撰写的时候 他有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什么是三明治呢 就是头尾是同一个故事 中间夹着另外一个故事 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这里就是提供了场景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忙到没有吃饭 这里要反映是什么 就是耶稣他的热忱跟热心 他看见有很多的需要 人到他面前 为神的国父他热心讲道 那一并赶鬼 因为他怜悯人 透过神迹奇事 显出他所传的道的真实 那结果这个事情 发生什么事呢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结果耶稣的亲属 他也没办法接纳耶稣 家人亲友会觉得 你在干嘛 你讲着这些 一直在危害当时候的宗教律法 一直在跟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冲突 你在干嘛 他们觉得丢脸 耶稣你 你不要再丢脸了 你这样子其实会害 整个以色列民族 带来很大的困扰 大家在等候弥赛亚来 那你在这里 讲这些律法 你的行为举动 已经严重的破坏 整个我们的规矩了 你知道吗 这个会危害整个国家 我们没有办法复国啊 所以说你疯了 你在那里胡说八道 你看连他的亲属不能了解 接下来却是另外一段故事 一直看到三十一节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 亲属本来是亲属 后来母亲和弟兄 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们 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 就是要把他们 把耶稣带回家了 所以这是前后 是耶稣跟他的家庭 家人亲属的一个故事 中间夹杂了另外一段故事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是说 他是被别西普负责 别西普是对于这个鬼 撒旦的一个别称 就是说我们之前有提到 耶稣能行神迹 可是他的言行举动又违背律法 那他的能力从哪里来 他们的理解是既然他违背神的律法 那他肯定是从撒旦来 所以他们的理解是 他是被别西普负责 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他能够赶鬼 有能力没有错 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他们就告诉百姓 你不要跟从他 你们不要跟从这个 因为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你看他的言行举止 他居然没有遵守安息日的规定 怎么可能是从上帝来 耶稣知道他们这样教导 耶稣叫他们来 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他用一个尝试 一样要指出他们这个看法的矛盾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一个国 撒旦跟撒旦应当是同国的 怎么可能撒旦鬼王会赶鬼呢 这里要补充一下 在我们民间信仰里面 你确实会看到 好像有大庙这个庙里面赶鬼 那不都是鬼吗 那其实都是一个表象的 事实上鬼的工作还在 他只是做错样子 要欺骗人 耶稣这里在讲的是 整个鬼的作为完全被除灭 所以耶稣说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怎么能够完全的让一个人 恢复神智 恢复清醒 恢复生活 恢复在神的国度里的 那个荣美呢 不可能的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这是常事嘛 国家内战 这个国家怎么可以强盛 所以撒旦不可能自己赶出撒旦 他们不会自相纷争的 所以耶稣在反驳什么 我不是靠着鬼王赶鬼 我不是被鬼负责的 这个常事你们都懂 一国不会自相纷争的嘛 那为什么 你们会认为 我是靠着鬼王赶鬼 所以耶稣就提出来一个常事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啊 这是你们可以知道嘛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啊 一个家彼此冲突 这个家也会四分五裂 也站立不住啊 这是大家都懂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 他就站立不住 必要灭亡 所以耶稣要表达是 这个常事大家都懂 所以我不是靠着鬼王赶鬼 接着耶稣又讲另外一个例子 他在说明 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呢 我赶鬼这件事情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所以耶稣在讲说 那我的情况是什么 为什么我可以赶鬼 因为我呢 就是这个好像 要去抢夺壮士的这个人 这个壮士是指谁 就是指撒旦 进壮士的家里 要抢夺他 必须先捆住那壮士 就是把鬼的作为限制 然后呢 抢夺他的家 就是这个撒旦呢 偷窃杀害毁坏 他掳获了许多的人吗 而耶稣说他来了 捆住这个壮士 捆住这个撒旦 然后把被撒旦抢去的 这些产业 再全部抢夺回来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 耶稣是等于是那个强盗 但是有点像 你知道罗德 他们家被 这个人夺去产业 亚伯拉罕就带着 精炼的壮兵 去追赶回来吗 把产业都抢夺回来 对不对 是这样的概念 耶稣说 我不是靠着鬼玩赶鬼 我是赶鬼 除灭魔鬼的作为 要把被魔鬼 撒旦夺去的这些幸福 偷窃杀害的 毁坏的这些 把它全部抢夺回来 那耶稣在告诉他们说 这个文士法理撒旦说 我是靠着鬼玩赶鬼 是不合逻辑的 而我告诉你们 我真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要把那撒旦夺去的 再夺回来 所以我捆绑撒旦 我赶足撒旦了 接着耶稣 就针对他们这番话 有一个很严重的提醒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 和一切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凡亵渎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 那要担当永远的罪 哇 这很严重 后面补充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 他是 这个他是指耶稣 耶稣 他们说 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 什么叫做亵渎圣灵 亵渎圣灵就是 把明显的 很清楚的 上帝的作为 说成是撒旦的工作 那这样的人 永不得赦免 那怎么表达 我们不是说 圣经里面说 只要人认罪 就得赦免吗 其实耶稣要指出来说 当一个人能够把 明显上帝的作为 讲成是撒旦的作为 你就知道他的心 何等的刚硬了 耶稣来传道 人不太相信 不太听 所以耶稣就行了神迹 包含医病 你看 枯干熟的人 把手伸出来 麻风病人 耶稣一摸立刻得医治 鬼 耶稣一吩咐 用权柄一吩咐 鬼就立刻离开了 这么明显的神迹 耶稣行神迹 就是要让世人注意 看见说 哇 这个人 他有权柄 他的能力 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说的话 我要听 我要信 如果当一个人 连这么明显的神迹 他都没有办法 让他的心得震撼 看到枯干手的人 伸出手来恢复了 立刻说 你违背了安息日 他们决定要除灭耶稣 也就是说 连神迹都不能够 叫他的心转向神 对神有一丝的敬畏 或者反思 我是不是做错了 这样的人 他是不可能 或者说 他是不可能悔改的 所以他永不得赦免 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然后这个故事 又回到开头 开头是什么 就是耶稣 他很热心的传道 一病赶鬼 可是呢 耶稣的亲属听见 要阻止耶稣 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 他疯狂了 癫狂了 他们就给耶稣疯了 你干嘛 你为什么要 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 你为什么一直要去 违背冲撞 当时候的信仰 规条 当时候的信仰的 这种传统呢 觉得很丢脸 真的是家族的耻辱 当下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 耶稣的妈妈自己来了 所以显然 玛利亚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完全懂 耶稣的使命 对不对 虽然天使 又告诉他 你要生下来 是一个救主 可能当时候的人 太难想象了吧 对不对 太难想象说 这个生下的这个孩子 居然是上帝 道成肉身 所以那时候 玛利亚也还在理解 耶稣的使命 当下造成了纷扰 跟冲突 对耶稣的母亲来说 也会觉得 耶稣所做的很多地方 明显违背律法 造成那么大的纷扰 所以他也觉得 好像不太对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 站在外边 因为人很多 他就在外面 然后就叫人说 你把耶稣叫出来 有许多人 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啊 你母亲和你弟兄 在外边找你 你的妈妈 跟你的弟弟们都来了 叫你回去了 结果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我们华人的传统 是很看重孝道 对不对 我们会想象 耶稣会说 妈妈 弟弟们 你们先回去 我在忙 你们不理解 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或者是 他就先回去 我们会强调 所谓的 百善效危险 就回去 然后处理完 你再来传道 或怎么样 可耶稣呢 马上就 发起了一个问号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观看 那周围坐着的人 然后就说 看啊 我的母亲 就指着一个妇人 指着一个弟兄 一个男孩子 看啊 我的弟兄 这个意思是什么 在外面的不是 谁才是我的母亲 谁才是我的弟兄 我告诉你们 这是我的母亲 这是我的弟兄 那坐着的人 都很错愕 因为在摩西律法里面 提到要孝敬父母 所以耶稣这个反应 是让所有的人 包含他的家人 亲属都很错愕 那耶稣在做什么 耶稣后面强调 最后说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 和母亲 为什么耶稣这样说 耶稣在重新定义 神的国 重新定义 神国度里面的关系 耶稣在说 你知道 在以色列人 刚刚耶稣设立 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 就十二支牌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你怎么样 确认你是犹太人 要看什么了 看的是协同 对吧 你是哪一个支派的 我是犹大支派 确认你是犹太人 你是以色列人 你是哪一个支派 我是这个 以法廉支派 你是 如果你不是协同 以色列的协同 你就不是以色列人 可以理解 那耶稣的母亲弟兄 他们是 看起来是有血缘的关系 按照他们的理解 可是耶稣 重新定义神国的关系 在神的国度里面 谁是神国度里面的家人 凡遵行神之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 和母亲 所以耶稣这里要表明的是 神的国 神的国度里面 你身份的确立 不是靠血缘的关系 不是靠血统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哪一个支派 我们都不是 对不对 我们是外邦人 但是我们 却在神的国度里面 这个是耶稣这里要讲的 神的国不是靠血统 而是靠什么呢 我们与耶稣的关系 我们是否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是否 遵从这个王 我们说福音就是 一个王登基的消息 一个王登基的好消息 我们是否降服这个王 顺服这个王 就是遵行他的旨意 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家庭 家人 他基本上是 每一个人 他最核心的身份的认定 对不对 可是呢 在神的国度里面 却不是这样 耶稣说 在神的国度里面 最核心的身份认定是 我与神的关系 我与耶稣的关系 因为最核心的认定 是我与神的关系 所以我的自我的认同 是我是神家里的人 我是属于主的人 那么我的兄弟姐妹 就是一样在神国 国度里面 所以我们称教会的 来聚会的人 我们称他做弟兄姐妹 对不对 我们好像一家人 其实我们可以体会理解的 我们在教会久了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跟一些教会的 弟兄姐妹的关系 我们没有血缘 可是我们关系很近 我们甚至更轻 比我们的家人更轻 对不对 你第一时间有困难的时候 你可能立刻找的是 你的好同伴 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的辅导 牧者对不对 这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重新定义的家庭 当然也不是要去贬义 我们原本的 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我们慢慢会理解到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生命的最核心 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与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 那当然 我们也很爱 我们在血缘上的家人情有 所以我们会带着使命 带着上帝的恩慈和爱 盼望 他们也能够认识主 跟他们创飞 我很感谢主 有很多弟兄姐妹知道 这段时间我的家人陆续信主受洗 我的妈妈先受洗 后来我的爸爸很奇妙的也受了洗 感谢主的是 刚过去的12月24号 我的姐姐姐夫一家 他们也受洗贵入主的名下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他们过去在民间信仰里面 是非常非常的投入的 我要表达的是 过去我们知道我们是家人 可是呢 因为信仰不同 所以能谈的有限 我很敬重尊荣 我的爸爸妈妈 很爱我的哥哥姐姐 但是因为信仰不同 所以我们有些东西 有些价值观 有些内容 我们没有办法谈 也彼此 就是说也不懂 他们听不懂 我所在乎的 我所表达的 结果呢 这段时间 他们陆续信主 我每次回去 跟我妈妈一起分享 拥抱 祷告 我妈妈流泪 后来我姐姐最近信主了 她一回来 我们一直聊个不停 一直聊个不停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有几年没有这样聊 几个小时 一直在分享上帝的恩典 一直在分享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救赎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医治 讲着讲着 翻着泪 掉眼泪 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的关系 比以往更近更近 已经超过那个血缘的关系 是一个在灵里面 是在信仰里面 那个真真实实的 弟兄姐妹的关系 她是我的妈妈 她也是我的敬重的姐妹 她是我的姐姐 也是我在书灵里面的好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在神国度里面的 一个新关系 盼望我们也能够 把福音传给家人 也盼望我们可以理解 在教会当中 你聚会身边的这些 弟兄姐妹 她是神加给我们的 一个新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要一个人做基督徒 我们也要认真努力的 在这个群体当中 去经营那个关系 真的让他成为一个家 真正的彼此相爱 彼此拥抱 彼此接纳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进入神的国 不是靠血统 谢谢主 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 今天我们应着福音 我们也可以进到 神的国里面 主求你让我们 看重这段新的关系 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 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 彼此是家人 主你就帮助我们 竭力保守神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更深的彼此相爱 这是因为这是 你颁发给我们的新命令 我们更深刻的 真实的彼此照顾 彼此带导 彼此成全 谢谢主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是一家人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